1998年,德国人在印尼海域捞出7万件中国文物 中国的博物馆想收购,对方开出3亿多的天价 正当双方讨价还价时,德国人却以3000万美元卖给了新加坡 上个世纪90年代,在婆罗州与苏门达拉岛的海域之间 有着一批世代以打鱼为生的渔民 一天,一位渔民像往常一般出海打鱼 谁称想,渔没捞到,居然捞到了一船的金银珠宝 喜出望外的他,满载而归,心想这下发大财了 可是还没等他将这些宝藏拿去商店置换变卖 就被一群强盗盯上 强盗们不仅洗劫了他家,还杀害了他们一家老小 渔民被杀的消息被传了出去 当地人也就知道了附近海域有宝藏,纷纷都往海域里窜 但是海上没个标志,也没人知道当初那个渔民具体是在哪一片区域唠到的 所以后来慕名而去的人们都是空手而归 这里的宝藏从此便成为了当地的传说 1997年,一名德国的水泥厂老板沃特法在一次巡视工厂时 无意听见几个工人在谈论海域宝藏的神秘传说 听到宝藏二字的沃特法心动了,准备前往神秘海域 但是他没有莽然行动,而是提前做好背景调查 招募了专业团队 当团队里的人得知目的地是神秘海域时,有人提出退出 也有人劝告沃特法那片海域的危险性 沃特法为了向队友们展现自己的决心 甚至卖掉了水泥厂,购置了昂贵的出海工具 船开到波罗州与苏门达拉岛的海域 他先是向当地渔民了解情况 然后指挥团队开始打包,但是一无所获 不过沃特法没有灰心,一片区域一片区域的排查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沃特法坚持了半年后,终于有所收获 沃特法团队在海底发现了一艘沉船 船上有几十件来自中国的金银瓷器 沃特法带领团队清点货物,变卖后小赚了一笔 沃特法觉得海域宝藏的传说是真的 一定能捞到更多的宝藏,于是继续打捞 1998年,沃特法开船来到了物理洞岛 在一块黑礁石旁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的残骸 尽管已经破败不堪 满布青苔和淤泥,还有不知名的生物湿海 沃特法一眼看到了船内的宝物 沃特法有想到这次的宝物很多 但没想到居然这么多 从发现沉船到最后将船内的宝物全部打捞上岸 耗时一年,经过仔细清点,足足有七万多件货物 多以瓷器为主 经专家鉴定,这批宝藏的出产时间和地点是中国唐朝时期 因为大部分瓷器上都印有名文 此外,专家在检查沉船的时候发现船舱有个大呼噜 因此推测,这艘商船应该在途经这片海域时 不幸撞到了礁石而沉没 很快,黑石号沉船文物打捞消息 立刻传遍世界 从2002年开始 中国的几家博物馆曾先后向印尼方面提出购买意向 但当时印尼的开价高达四千万美元 折合当时的人民币约是三亿多元 还说不买单品,中国要是想拿回去的话 必须将船上所有物品都要买回去 在上个世纪,让文物回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中国当时没有那么多钱 中国博物馆碰了一鼻子灰 还是想再试试 于是对沃特法及他的团队动之以情,小之以理 希望沃特法能支持中国的考古业 他们却嘲笑中国空手讨白狼 经过种种尝试,还是没能争取到这批文物 最终不得不放弃 随后,新加坡圣陶沙公司 于2005年筹资三千两百万美元 购得了这批贵重文物 这些中国文物瞬间就变成新加坡亚洲博物馆的东西 如今,中国人要想观赏这些文物 只得搭上几个小时的飞机前往新加坡 在2020年为了庆祝中心建交30周年 新加坡特意挑选了黑石号上的168件文物 送往上海博物馆进行展出 这批文物最终没有回到中国 成为一大汉事 但是笔者相信 中国未来一定会通过法律途径 外交手段 公平交易 以正当的方式 让这些流落在外的文物 踏上回家之路